但未看之前,俄羅斯的政治鬥爭其實在今年年初就已經埋下導火線 我們先看看當時的情況 俄羅斯總統葉利欣和議長卡斯布拉托夫之間的激烈權力鬥爭 在這個月出現突變 葉利欣為了挽救自己的政治命運,不惜孤注一閘,使出最後的招數 3月20日晚,他突然向全國宣布要實行緊急管治 管治期最少是直到下個月25日舉行全民投票為止 葉利欣雖然沒有取消議會,但就將立法機關架空 葉利欣違反憲法,要求他同時舉行國會和總統選舉 日行經濟措施,希望再次將土地私有化,刺激私營工商業 以及穩定勞報這些行動去拉攏民心 另外葉利欣又控制了所有的傳播媒介 組織總統衛隊,向各個部長發昌自衛 辦公室